比亚迪的云脸其实是一个总成 这是它整套底盘技术的一个总成 实际上它是分了几个级别和规格的 它会分云脸CAP 现在这几个都上车了 那C呢是相对入门一点的级别 那它的规格呢就是用一个 可以自信调节的液压避震器 放在这个底盘里面 那CDC其实是一个 现在业界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 但是呢中国品牌能够自己做自己造 然后还能够实现大规模量产装车 确实也是还比较少的 那现在比亚迪其实已经在 像宋L啊像汉还有糖 还有腾式M8 这些车上都已经装车了 大概是可以买得到 那大概它的价位都在20到30万元这个区间 那云脸A呢其实就是空气悬挂 空气悬挂它的硬件组合呢 是在CDC避震器的基础上加入了空气弹簧 因为空气弹簧本身是可以主动调节 因为它有个气胞可以主动调节 它的软硬度啊高度啊这些 现在上车呢不多 只有腾式M7现在是上车了的 那这台车其实它可以像 我们常见的空气悬挂那些车型那样 是可以高度调节 而且它这个高度调节是可以动态调节 比如说我要快一点的时候 我希望车身重心低一点 然后有一些地方可能我希望再高一点过去 通过性会好一点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 其实比亚迪还加入了一个细节功能 就是过弯的时候 它的左右的侧漆是可以主动控制的 这样你开得比较快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我的空气弹簧的调节 和整个复杂的计算之后 可以调节整个车身的测轻 是没有那么厉害的 那这样对驾驶操控 其实会更有好处的 好了 现在讲讲这个云脸P系统啊 它厉害的点又不太一样 首先呢 它的硬件组成是在 一个液压避震器的基础上 又换回了螺旋弹簧 但是这个压避震器 它的规格是跟CDC是不一样的 因为CDC只是一个被动调节 它是一个自适应的 但是现在这个云脸P呢 它的液压避震是可以主动调节 也就是说它有一套液压系统 很复杂的控制系统去 通过游路的控制去 控制这个避震器本身的软硬度啊 甚至高度啊 就是可以实现很多的变化 那因为这一套功能 它更加适应在一些越野车上 所以你会看到 云脸P其实主要是用在 比亚迪现在越野车型上 那这个相对新的 就是这个豹五 豹五也是它硬派越野车 液压避震本身 它可以调节的幅度会比空气悬挂 那个幅度会更高 它的通过性可能会更强 另外它还会可以做一些 很有意思的功能 比如说它那个露营模式 会有个调频 你去到一个斜坡 或者是一个很不规则的地方 它可以就主动的 让你这个车身 最后调成一个比较平的 一个方式 这个车是很平的那样 你躺在车里过夜 其实也会比较舒服 但是呢 这还不是云点P最强的应用 同样的云点P用在大哥洋万U8上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首先因为它的规格是不一样 第二个 我相信作为旗舰 它想实现的功能也会更多 它的功能也会不一样 那从规格上来讲 同样是避震器和油路系统 但是因为它的车是更大更重 然后去做各种越野翻坡冲坡的时候 其实它可能承受的压力 需要更好的规格去支持它 比如说同样的油路 那这个洋万U8它其实是有三个刚度可调的 实际上就是在整个的油路系统里面 它会多三个弧 这几个弧会令到整个云点P的系统 可以调节的范围会更大 那当然它想实现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它的智能化 那这台洋万U8它装了有激望雷达 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些功能 而这些功能 它们创新性的把它用在了一些越野上 比如说它可以通过激望雷达和摄像头 主动的计算去控制这台车主动的去避障 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地你看得到 它先计算到了这个障碍 然后车主动的抬高起来 那这些功能其实是作为U8 它作为旗舰 它想去做一些更加智能化去实现的这些东西 所以仰望U8虽然都叫云脸P 它确实跟我们看到爆骨云脸P还不太一样 不是一个概念 那比亚迪整一套的云脸系统 虽然说我们可以通过规格的复杂程度 和应用的价位的来去区分 但实际上它的场景也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C和A系统 我们会在更多的在公路上去体验到它的效果 那P系统它确实是在一些越野车上去使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试驾除了公路还越野 我们走 去看看 腾式N7我觉得开起来这个大基调 它的底盘其实还是偏运动一点 就你平时过一些不是特别平整的路面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底盘传来一些比较有细微的振动信息 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它整个大基调其实它想做的运动一点 尤其在比亚迪的整个阵营里面 它的整个底盘调教一定是偏年轻运动风格的 但是空气悬挂的加入始终还是要干一些平衡的事情 因为空气悬挂是可以把宽容度做大 它的运动和舒适会兼容得更好一点 因为横向来比的话 腾式N7这种偏运动一点的风格 但是加上这么大的SUV的车身的话 其实它的侧心控制仍然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但是有空气悬挂的加入 其实会让整个车的平衡会做得更好 虽然说它调教是偏运动 但是毕竟它是一台比较大尺寸 体重也比较大的一台SUV 空气悬挂再加这套云点系统 其实很注重做左右调频的控制 尤其是过弯的时候主动的 那个侧倾的控制是做得很好的 很像一台运动车的感觉 那这一点是会让真正开车的时候 过弯的信心是会更好 第二个是主观的感受其实也会更好的 丽江这段山路上是很多的一个长下坡 所以很多的货车会在这里 刹车会带着有喷水 所以这段路其实有一些很紧急的情况会出现 我们刚才就遇到了几个比较紧急的 这种突破极限的情况 拐弯的时候发现会有推头 推着推着突然间前轮到了干地的时候 然后后轮压上了湿的地方 然后后轮也开始甩 那整个过程中其实 你会感觉到现在这些车的电子系统 真的是做得很好 会让你的安心感是很好的 然后加上它的侧倾的控制 会让你整个人在这些弯道上的主观感受 其实没有那么慌张 那没有那么慌张的前提下 你做这个车辆的操控会比一台 比如说晃得很厉害的车 你自然你的动作做得会更好一点 那这是我觉得空气悬挂 以及云链底盘 对于侧向啊 纵向的这些稳定的控制 对这台车带来的一些好处 那这台车其实还真的是 做一台这么大的SUV 它的驾驶乐趣还是不错的 好我们现在开车去越野场 然后开的这台U8在去的路上是经过了一段水泥路 然后也是像春到晚 然后有很多拐弯 那这台车尺寸很大 因为这个大梁的硬派越野车 按理来讲 这种车其实一般都会取舒适程度 然后整个车可能在这个弯里面会有点晃 但这台车我觉得 我哪怕开现在这个舒适模式 在这个弯里面拐起来 那个信息好像还可以 就是不像我传统印象中 开这种大越野车那种晃来晃去那种感觉 当然它的舒适性 比如说过减速带的时候 其实确实会硬一点 这个就是取向的问题 所以它的设定 舒适设定 平常设定 还有点出乎我原来的意料之外 这其实也是我第一次 实际的驾驶到这个仰望U8 然后走了这一段的穿越路线 其实就是一个山里的土路 平时他们那些人进去护林 或者放牧走的一些路 这段路其实说实话 对这个仰望U8的脱困 或者是市区的这种攀爬能力 其实基本上是没有考验的 就这种感觉你会觉得 开这车走这种路 开快一点都无所谓 无所畏惧 但实际上还有一点 在这条路上是会被表现到的 就是走这些路 整个车其实会晃 会就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坐在车里面的人 其实感受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走一般的那种越野车 走这种路开快一点 其实车是承受得住 但是人可能在里面受不了 那这一点其实仰望U8 作为一台硬派越野车 但它又不止这台硬派越野车 它还是一台旗舰 所以它还是希望 真的去走户外的时候 车里的人其实是要舒服一点 那这样子它是要做很多工作 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它这台车的液压系统 它是有三个刚度的 就是它可以调节的范围 是会比一般的车是要大很多的 就是既快 然后又可以抗得住冲击 又不怕晃 又支撑得住这个车身 所以这点上其实在这段路上 它是体现到了的 比亚迪的这套云脸系统 其实发布以来 其实网上有一些声音 总是说 我在它那里看过 有其他车 有类似的功能 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 当我第一次去参加 它那个保密的沟通会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比亚迪 把整个云脸的这个系统 公布出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就是 它就好像在牌桌上 一下子把一个大王 把一个二 把一个腰一起打出来 就是那种感觉 中国品牌或者中国汽车以前 说实话 很多做这些东西 都是一些工艺商的功劳 或者是外国品牌 人家自己的结果来的 其实这个阶段 总的来讲 它属于0到1的阶段 就是从无到有 把它实现 然后把它上车 当然再接下去 我是觉得 比亚迪当然还会做一些 冲高的尝试 比如说它在那个 仰望U9上的 做的那套云脸X 那套系统 当然还没有完全公布 我相信它还会有些新的尝试 包括在现有的云脸P 这些高端的系列上 会做一些新的功能的 探索和创新 这个是它李亚迪会继续做的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 最有魅力 或者我自己最期待 是它1到10的那个阶段 比如说 把CDC直接打到了10万块钱 把空气悬挂 直接打到20万的车型上 这个才是 比亚迪可能接下来 最有能力做到的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那真的就是很厉害 这就是所谓的 我认为科技平权 带来的这些魅力 那我觉得比亚迪 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挺期待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